嗨,大家好,我今天要教你怎么用这个Orbit Downloader,你现在就可以看到我的Orbit Downloader正在下代一个Skype的档案,我也要教你怎么下代这种YouTube的影视,怎么下代从这种放音乐的网站,怎么下代MP3,然后怎么下代档案。 OK,我们现在去Orbit Downloader的网站,然后我们要下代,然后我们就从这个Brothersoft的网站下代,下代这个档案。 OK,下代好了,我们现在要安装。 OK,没关系,他现在要把我们的流量器关掉。 OK,这些都可以,只有这个下面的我们不要。 他就是说他要,你要不要Orbit当你的开始页。 那个我不要,我还是用我原来的Google。 这个下面的地方呢,他是说,你要不要他跟你的流量器合在一起? 要,我们要。那样我们上网的时候,他已经准备好了,去下代东西。 你只要按一下,他就会开始下代东西。 这个其他的工具我不要。 这个其他的工具我不要。 OK,开始。 。 我们要去View,Language,选Chinese Traditional。 如果你去YouTube,你要下代Video的话,你下面就会看到这个Get it。 你也要的是这个,这个FLV File。 下代。 听MP3的时候。 你会看到这个MP3。 下代。 这个网站,他有一个下代的按钮。 但是,如果没有的话,你就可以用这个Orbit。 你可以不需要这个下代的按钮。 。 软体呢。 这是用Orbit。 或许我们就可以用平常的方式。 所以平常是这样。 开始。 还有24分钟。 Orbit。 Orbit我们只有8分钟。 它的速度,1秒66kb。 平常的方式。 1秒8kb,9kb。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Orbit会帮我们下代软体比较快。 外面是0速戴。 是0速器,2秒75kb. 2秒7b,016kb. 沙子。 2秒7b,9kb. 感谢观看